陶喇嘛伯仁不阴间我直接吃好吧 太烂了吧 竟然还有复活机制 在火影手游目前出的几百个人这里面 除了团葬之外 这还是首次出现 这里一个陶喇嘛伯仁啊 被另外一个伯仁满血终结 结果奇迹就出现了 大桶木陶氏出现把他给整活了呀 刚才用大招中间他的伯仁一脸懵逼 正好没斗了 差点就上线惊天大逆转了呀 太好他的血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第二把他被对面的大桶木陶氏终结 奇迹又出现了 大桶木陶氏再次大发神威 直接把伯仁给整活了 然后兄弟们千万别眨眼啊 下边这段你要不看 你后悔一辈子 别看伯仁刚刚复活只有区区15万的血量 但是他这里把大桶木陶氏最后一个斗逼出来之后 直接释放通灵要创造奇迹了呀 虽然两个人都没斗 但是主动权在伯仁手里 这次可算是真正的惊天大逆转了 不过目测这个复活效果一整局只能出现一次 下一把伯仁被终结就直接死了 因为他的这个机制啊 策划是这样说的 等一下 我们满脑袋问号现在 你这个 这个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bug 我也不知道啊 这太烂了呀 啊 我也不知道 我早然到手机产生了自己的因素 真的假的 你们现在是被淘室附体吗 一个两个都不知道 可能是千代做的吧 千代 查丝货 可能是千代做的 这个 呃 大家希望在实战中去摸索一下啊 相当于陶 呃 伯仁还在争啊 还在争 还在争 期待大家上线后去试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才会触发 给大家留个悬念 复活吧 好 另外陶伯应该是首个上线 没有彩蛋的高招忍者啊 和他有羁绊的忍者 对应的形态好像目前都没有上线 嗯 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和他有羁绊者上线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补 好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